当他被定留学的那时候 甚至加上第一句话 不是咒诅人 不是求上帝审判人 不是求上帝灭绝他的仇敌 他开口第一句话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昨天我们听到很美的诗歌 我有个很深的感动 有哪一个人两千年以后 还是人类赞美他 没有人写诗歌赞美苏格拉底 没有人写几千首诗歌 天天唱给孔子听 没有人写音诱 没有人作曲 为了拿破仑的伟大献上 只有一个人 耶稣基督他是神 他成为人 他是道 成为肉身 他是圣洁的 担当我们的罪 他是义者 代替不义的 他是无罪的 为我们成为罪 在十字架上 他对上帝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 千千万万的人思想明白了 圣灵感动回头 他们从内心的身处救到 我是罪人 基督是义者 我需要他的救赎 因为除此以外 没有救法 除射之家以外 没有救恩 除了耶稣基督的保险以外 没有赦罪的能力 神是用这个办法 用基督 用他的血 解决人犯罪的事情